美股波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说起债券投资 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想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 它超级稳定 没什么转头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下图是1819年 美国20年期国债ETF TLT的表现 可以看到 一年的时间 TLT就上涨了35% 这样的表现 可一点不比股票差 而且这还是最稳定的 国债的表现 如果你真的很会玩债券 那收益率 可以变得更高 但为什么债券 却很少听说 被咱散户投资者所使用呢 其实并非是因为 它收益低 而是因为 很多散户投资者 压根就不懂债券 如果说过去十年 你不懂债券 其实影响还不算太大 毕竟单纯股票的收益率 也并不算太低 但现如今 情况恐怕要发生变化了 随着美联储 史无前例的快速加息 以及通胀的持续威胁 金融市场 现如今已经发生了 系统性的改变 这个改变 很可能要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 它会使得债券的收益率 大幅的提升 相对于股票的投资价值 也完全不可同日而喻 而即将到来的2024年 也被很多机构称之为 是债券崛起之年 如果说现在 你还不懂得如何投资债券 那恐怕 你将很难再获得一个 持续可观的收益了 所以本期视频 每条件就打算 好好跟各位看官 来系统性的介绍一下 咱们散户 该如何把握住这次 划时代的投资机会 债券投资 债券的投资知识 其实非常的多 也很复杂 在这一期视频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cover到 我这里只为大家挑选出了这么一条 我认为最适合咱们散户的进阶之路 我将其分为了初级中级和高级 咱们先来说 这最基础的初级玩法 如果你是债券小白 刚刚上手债券交易 那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从TBO入手 当然TBO投资 并不仅限于小白 那什么是TBO呢 它其实特指的是美国政府所发的短期国债 它的到期时间从一个月到一年不等 投资这种债券 一般我们就应用一种投资策略 叫做持有到到期 英文叫做hold to maturity 也就是我们买一张债券 然后中间不做任何操作 一直持有到到期 靠收取债券的利息来赚钱 它有点类似于银行的saving account 也可以随时存随时取还有不俗的利息收益 不过TBO的收益率可要远高于银行 在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90天的TBO年化收益率为5.35% 而下图是美国所有银行中 利率最高的几家银行的利率情况 可以看到TBO的收益率比同一时期 所有美国国旗银行账户的收益率都要高 平均能高出仅一个百分点 而5.35%的利率本身也已经十分尤人了 要知道股市长期的平均收益率也就只有8% 可股市中你要承担的风险 可远比持有TBO要高得多得多得多 上面说的是投资TBO的一些优势 但它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再投资风险 Reinvestment risk 就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 90天的利率现在是5.35% 但是90天过后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再投资 那这个利率可就不能再保证了 如果借时利率下降 你的利息收入也肯定会下滑 而我们要知道 TBO这种短期债券的利息 是不怎么受到市场的影响的 它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 TBO的利息就会高 美联储减息 TBO的利息就会变低 而现在我们都知道 美联储很快就要进入降息周期了 这就意味着 投资TBO这种短期债券 你未来的收益率 很可能就会不断的下降 而这正是现在投资 TBO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现在咱整体来看 TBO的投资 如果你现在手上拿了一些 多余的现金 短期内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 还想要获取一个超过银行的收益 那么投资TBO会非常的适合你 你可以通过持有到到期的策略 去获得一个不俗的利息收益 不过这种投资往往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最长不超过一年的时间 那么如果你想要投资TBO 要去怎么投资呢 现在有很多券商都是可以直接代理去买美国国债的 如果你是美国居民 还可以去财政部的网站 TREASERY DIRECT里直接购买 除了直接购买债券之外 你还可以选择去买TBO的ETF 这也是我更推荐新手使用的一种方式 因为单独去买一个债券的话 你不仅有最低的购买金额 而且后期你还必须要手动的进行再次购买 而ETF可以为你省去这些麻烦 你只要买一个ETF 就可以自动按照TBO的周期去收取利息了 当然了ETF也会多收取一些管理费 不过往往都不会太贵 一般都低于0.1% 对于这一类型的ETF 你可以选择iShare的SGOV SGOV买的就是90天内的TBO 它的价格长期维持在100美元不变 每个月会给你发一次利息 不过这个利息可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根据当时到期的TBO的利率来计算的 在我做这期视频时 SGOV的收益率为5.39% 而管理费则是0.07%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 这里还得多说一句 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个ETF的走势的话 会发现它呈现一个规律性的锯齿状 这其实是由于固定发利息的这个机制所导致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ETF每个月的月底都会发利息 那你要是等到月底再买月初再卖 那不就能轻松透利了吗 那它肯定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每个月不同时间买入的话 ETF的价格也都不一样 等到发利息后 价格又会回归到原点 但无论怎么变 你的本金肯定都是有保障的 而你获得的收益 就等同于你一直持有一个TBO所获得的利息 债券的初级玩法到这里就介绍完了 掌握了这种最基本的方法之后 咱们就可以进阶制债券的终极玩法了 如果说初级还是无风险的被动投资的话 那么到了终极 咱们就需要承担一些风险了 操作也会更为复杂一些 而随之带来的则是更高的收益潜力 到了终极 咱们要主要应用的则是美国的长期过债 一般指的就是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 像开头我给大家看的TLT 就是美国20年期国债ETF的表现 可以看到长期国债的收益潜力还是很高的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长期国债会有如此高的收益潜力呢 按理说国债都是无风险的 如此低风险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能有如此高的收益潜力呢 实际上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不同 它并非是完全无风险的 而它的风险也不在于 美国政府会不会违约 而在于它的利率风险 而这才是长期国债能有如此高收益率的核心原因 那什么是利率风险呢 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它是我们投资长债赚钱的一个基础 如果你想要靠投资债券赚钱 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初级中说的 靠收取债券的利息来赚钱 而还有另外一种 新手往往就不太熟悉了 那就是靠债券价格的变化 低买高卖进行赚钱 而投资长期债券 重要的盈利方式就是这后一种 你可能会好奇 债券它不是一个保本的投资品吗 那为什么价格还能发生变化呢 确实债券的确是保本的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最终到期时 它也会还给你多少钱 中间还会给你发固定的利息 这就是我们上面讲的 短期债券的典型的投资情况 但是长期债券多少会有些不同了 虽然它也会保本 也就是开始和结束的价格都是相同的 但毕竟中间持有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它的价格还是会发生改变的 而且变化并不小 而导致着债券价格变化的原因 正是因为利率的变化 我们把这种利率上的不确定性 就叫做利率风险 举个例子 下图就是过去一年 十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表现 可以看到 十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变化是很大的 从3.5%到5% 浮动超过了40% 而代表着十年期美国国债的ETF IEF的价格波动 则从90到100 浮动也超过了10% 可以看到 变化的利率给债券的价格 也带来了不小的波动 这种变化的利率所带来的波动 自然就是一种风险 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 更高的收益潜力 假设一年前 你花了1000块钱 卖了一张4%收益率的 十年期美国国债 现在一年过去了 市场上的利率已经降到了1% 如果这时 你想要卖掉收益的这张债券 你觉得你能卖多少钱呢 这里咱得先解释一个很常见的误区 有很多人都认为 当市场利率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手中债券所发的利息 也会跟着改变 但实际并非如此 你的利息从你购买债券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如果说你购买的是这张4%的 十年期美国国债 那么即便后来利率降到了1%了 你还是每年收到4% 也就是40块钱的利息 你收的这个利息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你想象一下 虽然现在的利率已经降到了1% 但你的这张债券 每年还是能够收到40块钱的利息 而现在发行的债券 1000块钱就只能收到10块钱的利息了 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看起来你的这张债券 就比现在发行的债券要更值钱 所以说如果你要把手里的这张债券 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 它的价格就一定会高于1000块钱 所以你看利率从4%下降到了1% 你的债券价格就会出现上涨 那反过来 如果利率从原来的4%上涨到了6%呢 那么现在发行的债券所发的利息 就比你原来持有这张所发的利息要多了 那么你这张债券就要吃亏了 也就肯定卖不上一个好的价格了 要想卖就得大折出售 所以当利率上涨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自然就会出现下跌 下图是2022年美国常债ETFTLT的表现 可以看到TLT在当年大跌了近30% 这就是因为2022年美国处于一个快速的加息周期中 长期利率从2022年年初时的1.5% 一口气涨到了年底时的4% 这样利率的大幅上涨 就导致了长期债券的价格大幅下降 现在我们了解了长债的利率风险 对于债券价格的影响了 那么利用长债赚钱的策略也就呼之一出了 和投资短债不同 我们投资长债并非是靠收取利息来赚钱 而是靠着长期债券价值的差价来赚钱 也就是说投资长债我们一般不会持有到到期 而是在过程中靠低买高卖来赚取差价 而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根据长期利率的走势 利率下降我们就买长债期待长债的价格上涨 而利率上升我们就卖长债期待价格的下降 现如今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虽然还不知道何时会降息 但是降息周期是一定会来的 而在降息周期中 长债的价格便会相应的提升 这便是现在布局长期债券的一个重要的底层逻辑 我们看到近期美联储的态度开始转向 而长期利率已经开始从高点的5% 一路降到了现在的3.9%了 而相应的长期国债TLT的股价表现 也在这段时间内一路上涨了近20% 这可已经比股票的表现还要好了 我相信看到这儿 一些学得快的看官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债券价值和利率是成反比的 但利率的变化具体会带来多大的价值变化呢 如果我们不能定量的去了解这一点的话 那么即便知道了利率会下降 也无法判断债券的收益潜力 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投资 而幸运的是 我们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指标 可以定量的去判断利率变化 对于债券价值具体的影响 而这个指标就是债券的97 英文名叫做Duration 它衡量的是债券价值对于利率的敏感程度 举个例子 比如在TLT中 它的97大约就是17 这就意味着如果利率下跌了1% 那么TLT这种长期国债的价格就会上涨17% 反之也是如此 如果利率上涨了1%的话 那TLT的价格也会因此而下跌17% 有了97这个指标 你就可以定量的判断你的收益潜力 以及相应所需要面对的风险了 债券的97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性质 那就是债券的时间越长 它的97就会越大 也就是说债券的时间越长 它对于利率就会越敏感 像是刚刚介绍的Tbill 它的时间就很短 而它的97也一般都小于1 这要远远低于20年期美国国债TLT的17这个值 所以说在债券的终极玩法中 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收益潜力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更长时间的国债 而如果你更在意风险 那么你可以就选择稍微短一些的国债 关于偿债的收益潜力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市场价值的上涨以外 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那就是它仍然可以提供一个可观的无风险利率 虽然和市场价值的变化幅度相比 无风险利率所提供的收益并没有那么有人 但它也是一笔不错的补充 到这里债券的终极玩法就介绍完了 它的优点和缺点相信也已经互之欲出了 优点就是它的收益潜力很高 而且可操作性也很大 收益潜力上它有着足以媲美股票的表现 而在可操作性上 你也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到期时间的债券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收益和风险的配比 而且和短期债券不同的是 它不存在任何再投资风险 在持有的过程中 利率下降了 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能够让你的债券价格上升 而这个上升的幅度 肯定要高过你利率下降的这个幅度 不过长债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它的风险是更高的 这个风险不体现在违约风险上 对于所有的国债来说 我们都默认它们不存在任何违约风险 而它的风险其实在于利率的意外上涨上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长期利率 有一个足够好的判断才能够赚钱 否则一旦判断出错 你就会承担不小的损失 至于如何去判断利率的走势 常看美特军视频的看官应该都会有所了解 我经常会在市场分析视频中 给大家讲利率的走势 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点 如果你想要系统性的学习 也可以来我的美特pro上 上面要投资美股所需的全部宏观知识 说到这里 可能有聪明的看官已经意识到了 其实终极的长债投资和初期的短债投资 它们的优缺点是存在互补的 短债贵在稳定 你希望利率涨 靠赚取更高的利息来赚钱 但是短债存在再投资风险 并且收益潜力会比较有限 而长债则不太在意利息的收益 它更希望利率跌 因为这可以使得债券价格上涨 靠低买高卖来赚钱 而且它有更高的收益潜力 也不存在再投资的风险 而相应的 长债却并不稳定 它的风险也会更高 正因为这两者存在互补的效果 所以还有这么一种策略 就是去同时投资这两种债券 从而实现一个互补和对冲的效果 这种策略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做免疫策略 immunization 它被广泛用于机构投资当中 但是我们散户也完全可以界限 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利率的任何变化中 都能获取一个稳定的收益 那我们散户要想投资长期债券的话 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这里我就不再建议大家去找券商 或者直接去TREASERY DIRECT里去买债券了 因为和短债不同的是 长债在实际投资中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流动性 不同的利息分发机制等等等等 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 那散户很容易掉入陷阱 所以对于咱们散户来说 我更推荐大家去直接购买美债的ETF 投资ETF不存在流动性问题 也不存在债券机制的挑选 你只需要关注 债券的周期这一点就可以了 为了方便大家挑选 我特地总结了市场上最常见的各种美债ETF 有需要的看官可以在这里解图收藏 到这里 债券的初级和中级玩法 就都跟各位看官介绍完了 简单总结一下 债券的初级玩法 就是去投资短期国债 TBill 通过持有到到期的这个策略 来赚取利息收益 而中级玩法 则是去投资美国的长期国债 通过判断利率的变化 低买高卖 赚取债券的差价 最后你会发现 这两种债券在投资策略上存在互补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两者的结合 来实现一个更加平衡稳定的债券投资组合 说到这儿你会发现 我们初级和中级的策略 应用的都是美国国债 而美国国债我们知道风险是比较低的 收益潜力也会因此而受限 如果你仍然不满足于此 还想要继续提高收益潜力的话 那么就需要一些更高阶的债券的玩法了 在高阶玩法中 我们会把信用风险也加进来 我们去聊一聊企业战该如何投资 由于这部分内容较为复杂 受众也相对有限 我就把它放到了我的投资网站 美投pro中了 感兴趣的客观欢迎订阅查看 链接我放到置顶评论中了 美投pro是我专门为华人美股投资者 打造的一个投资内容产品 如果你自认是一名 真正认真对待投资的人 那么美投pro肯定会非常适合你 如果你想系统性的学习投资 进阶投资 那在pro学堂中 我们有一整套的投资方法论 以及各类投资必备的知识和技巧 如果你想实时把握市场上的投资机会 那pro分析中 每周我会更新最及时 且最深度的市场和个股的专业分析 而如果你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投资者 一同交流的话 那我们社群内 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专业分析师 以及上千名投资者 共同交流投资 分享交易机会 现在新用户前七天免费试用 欢迎各位看官加入我们 咱各位一起 安心的投资美股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